這個YouTube頻道講了60多集 突然間有位朋友跟我講 他說現在做任何評論相對是多人看的 就很大件事了 就個個都不在香港 已經離開了香港 在英國、加拿大、美國、台灣 我在想現在我講的內容 究竟是否會令到一些人很不安呢 我有沒有講一些東西 會觸動到某些人的神經線呢 首先講一下立場 第一就是我們是支持什麼呢 一國兩制1.0 version 整個禁制團隊的立場都在講 現在當權者是不遵守中英聯合聲明 講的莊嚴承諾 這件事我沒有錯 好啊 開始我看到在這麼少人訂閱的YouTube 記得請大家訂閱英文那個 因為AdChin Channel 也要感恩了 過了1000個訂閱 聽說要有4000個小時的觀眾 開始這個頻道才叫做一個 正式設定的頻道 當然現在我只是放了兩條片 英文那邊 那中文那邊 去到六的這一刻 已經是去到第三個月 現在是8月第三個禮拜 那有人警告了我 你要小心喔 因為你現在講的東西 當權者是當權者未必是喜歡聽的 那我就想當權者喜歡聽些什麼呢 當權者難道我播一些紅歌 第一就是播歌要有板碎 那我難道我說共產黨是幾好 那就是講立場 就是說都是那句 你再掌握到哪句話 你或者問他 那些人會給我 我認識一下 那我會知道 我現在跟他們說 但是他們有很多人 說明對 說明對 回歸之後 或者回歸之前 take a leap of faith 回到香港 接著就去contribute香港 而你在2020年5月中 突然間你說整個港版國安法 OK 六月尾到11點的時候 大家是不知道有些什麼 接著 你就叫我們先去信 去到這一刻 國安法運行了七個星期 有多少傷害是發生了 那個傷害其實是很多 不同行業的人 其實你說它是不是不出聲呢 你會說上年6月都有100萬 200萬人 出來這麼多次遊行 你會說 到底當權者是想怎樣呢 我就覺得當權者現在是想做這件事 如果我用回投資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現在當權的人是想 真的好像大公文匯訪問李家超那樣 就是要兩年時間將香港完全整頓了 那就是說 舊時的香港將會不存在 是一個活躍來的 那 林明基曾經在早一兩個episode出現過 他就說香港 基本上他說香港是在心中 還有他沒有想著再回來 我反而想說 我未必是會想像林先生那樣的想法 因為一去不回頭 他是很缺絕地離開香港 我們這些 既然就是想著 喂 我回來去contribute 我們真的可以說去叫香港做家的當權北京那一堆 究竟他想怎樣呢 他是真的想好像搞西藏新疆那樣 就是去殲滅香港的舊有的價值 就是說 完全是將舊的香港人去換血的 那我就很大很大迴響 很大不滿 其實是 唉 我們這麼小的團隊 經常亂說 我們是不是這樣 就是說要叫什麼外國勢力來 香港一直都是一個世界的香港 就算你說未有港版國安法之前 老實說 我見到最近有一本書 又是建制小小的評論員 朱簡寧 Michael Chugani 經常都別人覺得他是一個建制的評論員 他也是寫TVB 寫藍組 信報這些 他全部是建制 Anyway make a long story short 就是說 舊市的香港 討論香港獨立這件事是不是不行的呢 我就覺得舊市 世界都不是好像現在這麼瘋 就是當你說 有一件事你連說都不能說 就是我的眼睛都突出來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記憶禁區呢 我現在看到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會發生 就是那些教科書將它淡化走八九六四 就是要做一個政治的審查 六四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吳爾開希 黃丹這群人 他們是很多是1968年到1970年出生的一群年輕人 我們這個團隊的人 就是要做一個政治的審查 大部份都是around this age group 他現在說到六四都沒有死過的人 我最感不安就是 我每次回到多倫多去visit 因為我在UT的商學院那裡的畢業 MBA 和undergrad 那些都是同一個building 看到一班大陸來的學生 他們都很聰明的 我很喜歡和那些學生聊天 問回他們 大陸來的時候 知不知道什麼叫八九六四 他就很不耐煩 有些就完全不知道這樣說 或者有一件事 there is an event that happened 就是這麼多了 接著就說不出什麼是六四的精髓 或者是六四是什麼東西 就是香港有很多的 他們所說的紅線 本來是可以有的 他現在說沒有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你就去反抗 你要顯示你的不滿 我到現在都覺得 如果你說去談一些discussion 不要這樣說不可以談 我認識的共產黨黨員 什麼 說真的 那些其實你想得出不應該做的事情 他們都做了 口說不做 心裏面和暗裏面都做了 但是我覺得這次這個港版國安法 老實說都是要來鎮壓香港人 還有是他 如果李家超沒有說錯的話 兩年來你好像這條魚一樣 任人去湯 你真是兩年之間 你可以真是換血 換了很多東西了 台灣為什麼可以爭取到民主呢 就是台灣的人是不要一條命去爭取民主 台灣不同 台灣是說上世紀49年之前 說蔣介石是知道不夠共產黨打 然後走了去台灣 香港有一點點不同 香港是經過了150年的殖民地 所以我們看到其他國家是要把這個國家進行 都不想看到的東西 大家都應該說 他將一些的舊史的核心價值 一些舊史的記憶 我們悼念六四 全世界在中國都是只得到香港才可以 去到2021年的六四 都會用很多 excuse 讓大家沒得去 你不要覺得沉默就等於OK 現在那個臨時立法會 臨立會 其實是一個很不公義的一個所謂臨時會 而它是要來分化泛民的議員 那些 incumbent 的那些 今天講不了那麼多時間 因為都想介紹一下究竟這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都是重點來的 那要講這個 為什麼我們看到 有那麼多這些 stuff toys 我就是光顧有一間店鋪買的 其實它在蘭桂坊SOHO附近 就有灣仔合國中心 王后大肯東 還有有一個在pop-up store 大家知不知道成品書局在哪裏 那裏邪對面那裏 大家都不用我介紹了 這裡的character是representative of 現在我們為什麼還留在那裏做這個頻道呢 就是希望保持著那團火 那團火 如果它們熄滅了 香港會更加恐怖地安靜 那裏有些卡通人物 我不認識的 那我現在知道了 這個我現在知道叫什麼名字了 這個就不在那裏買的 不在awfullyhot.com那裏買的 這個就是電台有一個朋友 他送給我的 那其他的pepe那些大家知道 那這個代表是抗爭的一個叫做 Avengers 怎樣都好 那多謝大家收聽今天我們的節目 還有一個人會說 我現在就說吧 我們早就說吧 這個雖然呢 我們是卡通人物 我們不會走